天氣時冷時熱 一時要開風扇 一時要用暖風機 如果有一部四季都適用的 冷暖無線熱風扇 就可以滿足到不同的需要 社會會測試了11款冷暖無熱風扇 分別檢視他們的涼風和暖風的表現 還有備用耗電量、寧靜和使用方面程度 他們的冷風表現是怎樣的? 測試結果發現 樣本間的涼風送風量表現相似 較高的這兩款樣本 每分鐘可以送出超過23立方米的風量 而較低的這三款 就只有10立方米或以下 最高差異有3.8倍 至於能源效率方面 表現亦非常懸殊 效率較高的這兩款樣本 每瓦特可以送出每分鐘 0.83立方米或以上的送風量 而較低的這三款 每瓦特就只送出每分鐘0.4立方米以下的送風量 最高相差3.5倍 那又兼不兼顧暖風表現? 講到暖風效果 加熱速度是關鍵 測試發現 11款樣本的加熱速度都幾參差 加熱速度最快的兩款 只需要不多於兩分鐘 就可以將溫度升到最高溫度的九成 但最慢的這兩款 就要等超過6分鐘 最快與最慢的樣本 相差約2.8倍 除了加熱速度要快 熱力分佈均勻都很重要 測試發現 這兩款在距離木板0.5米或1米時 量度到的熱力分佈較均勻 相反這兩款的均勻度就較為順勢 一般而言 暖風功能的壓定輸入功率越高 耗電越多 電費就越貴 以一部暖風輸入功率2000瓦特的無熱風扇為例 假設每晚開5小時暖風 並以每度電過錄計算 一個月30日的電費 可以高達480元 有時休息、睡覺開著 構成都很重要 這個真的 這款操作時相對較寧靜 表現稍佳獲得4分 而這款就較為順勢 如果你想減低噪音 其實調低風速就可以 那有沒有使用提示 想用得更安全、更省電? 記住以下提示 1.夏天上省電 冷氣機可以配合省電些風扇一齊用 這樣就可以調高冷氣機的溫度設定 而冬天就可以用冷暖空調機的暖氣功能 能源效率高過冷暖無熱風扇或暖風機架 2.暖風功能的耗電量頗高 應使用獨立的電源插座 不要與其他高耗電量的電器共用電源 亦不應用拖板 留足夠空間讓它散熱 千萬不要在浴室使用 以免不滲入水搞到觸電 3.長期不用時可以拔插頭 以免浪費電源 4.按說明書指示定期清潔 善用定時功能 不要在沒有人看管的情況下使用 想了解更多? 立即看看第577期的選擇月案吧!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